来看看各地的观光业绩回温 宜兰民宿订房率跟着增加 业者也提供了800张免费的住宿券 要送给第一线辛苦的防疫人员 另外在礁西 假日也涌现了满满人潮 名产店业绩大幅提升 店家急着百货上架 很担心商品立刻被扫空 同时也发出了邀请函 希望当红炸子机 阿中部长可以来到宜兰带动观光 工作人员忙着结账的手没停过 后面排队的客人一头拉库 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宜兰伴手礼 店员忙着拆箱补货 就怕动作不够快 货架上的商品马上被采购一空 前阵子受到疫情影响业绩惺细 现在买气强强棍 业者笑不容嘴 有比较好一点 差很多吗 对 差很多 你希望他来 对对对 也带动那个人潮 大家都希望最强直播主阿中部长来走走 替宜兰加持顺势带动人潮 不少民众趁着疫情趋缓 周末纷纷出游 郊西汤围沟温泉公园 聚集好多游客体验泡脚 人潮回流顺势提升住房率 那宜兰这边的民宿 大概有回到六成左右 对这三个月的时候最好的一天 然后有赛车吗 有 很严重 民众出游赛到爆 但终于不用闷在家里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理事长表示将伙同民宿业者们 提供八百张免费住宿券 转交给卫福部发放给防疫 医护人员表达谢意 希望疫情趋缓可以带动地方商机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 只会一切新闻不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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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在这边一刻